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个人全部枪毙 彭德怀都快把桌子腿开折了 大吼着说 不枪毙这些人 人人都学他们 以后还在指挥部队 但毛主席说 你们说的都对 但杨尚昆的功劳 你们也清楚 不是他 红军早在乌江就全军覆没了 事件也调查清楚 设施内部矛盾和袁彪的性质完全不同 能不能给他留条活路 毛主席这么说 朱德和彭德怀也都沉默了 确实 杨尚昆堪称是红军的救命人人 民间还传说杨尚昆得到过一块免死金盘 毛主席都出来求情他 总部就破例 放杨尚昆一条生路 其他人全部枪毙 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杨尚昆 被送到抗大高级干部班学习了五年 毕业后继续让他带兵打仗 既往不救 算是对他很优待了 杨尚昆功劳大 脾气也大 受闲时 因为历史问题 杨尚昆只受上校军衔 据杨家后人回忆说 杨尚昆对这个军衔很不满意 让警卫员挂到自己养的狗的尾巴上 民间有个传言 中尾把少将军衔挂到狗尾巴上去 原型很有可能就是杨尚昆 这样的做法 当然是很不妥当的 上级很生气 你的上校军衔都挂到狗尾巴上去 别人的少校军衔往哪里挂 就把杨尚昆的级别又降了一级 因为有位首长了解杨尚昆 听说此事后 让人进行调查 有关部门调查后长 到杨尚昆 说将军的命令弄错了 又恢复了他的级别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